表演一開場就由我們老鼓秀學生 當然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 訪憲中所有觀眾 一開始就感受到 Harmonica對愛當表演之後 很有氣勢 會發覺到口琴 還是一個非常優美的樂器 滿有這樣的一個節奏感 這樣的一個優美的音樂 那經過口琴這樣的合奏 也別有一番風味 那口琴呢可以說是 現在在很多學校裡面 我們從小就開始培育他們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平台呢 未來可以讓我們的孩子 躍升到國際的舞台 為了慶祝建國百年 南北縣政府文化教 特別集合了館來到台中 台北 十五間侯侯以及賓獎 集合了百人Harmonica對愛演 很多侯侯都在最好的表現前來參加 包括六個星期的朋友好好 也會進行設計的表演 在這製造觀眾的一個中心 也會讓這朋友好好學生 可以進行主題表演的機會 在學校的表現都還滿認真 很用心的在學習 那雖然今天有點小狀況 但是我覺得他們今天已經很棒了 因為很緊張 所以就不敢 下次會不會想說他就是練習更好一點 下次會吹得更順利更好 我覺得共情很好玩 讓孩子平常在學習中 有一個很好的成果的呈現 讓他們在音樂的淘寒上 能夠更豐富他的人生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有這樣的場域 讓所有小朋友一展長彩 那一方面也來觀摩其他學校 讓我們小朋友在音樂上的生耕 能夠帶給他們人生更豐富的體驗 但是我們知道那一二年級的孩子 要來吹這個樂其實有困難的 但是我們又很希望我們偏鄉的孩子 能夠有機會到像是文化中心這樣的舞台 能夠跟別的學校一起進行觀摩 所以我們就把二十一個學生全部帶出來 那比較低年級的小朋友唱歌沒有問題 他們就是高興地 成真的唱出自己的心聲就可以了 那我們中高年級的學生就是吹口琴 這次的百人Harmoni台花演 竟然很多民眾和家長都很參加 在那學館來高尚學生會等到一種樂器 學生也會學習的過程當中 在那中學經驗到露出 記者見聞說蔡鳳寶島